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即在美国和日本投资晶圆场之后,台积电8月下旬正式为其德国德勒斯登晶圆场ESMC举行奠基仪式。 台积电此次活动大咖云集,除了德国总理舒尔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外,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率领高层参与,包括共同营运长齐永沛,两位副共同营运长侯永青及张小强出席现场奠基仪式。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发言表示,ESMC只是踏上欧洲征途的开始。 感谢合资伙伴的支持,更大赞欧盟、德国政府大力支持。 尽管他透露,一开始并未考虑欧洲设厂,然随着时间推移,对台积电而言,欧洲厂是重要发展进程,选择德勒斯登,最大关键在于与客户非常近。 外界猜测,向车用领域发展,将为台积电欧洲厂最大重点,另外往高电压、电流支第三代半导体前进,将为ESMC重要使命。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指出,欧洲将迎来全球最大半导体公司台积电,他表示相当期待,持续重申打造强韧供应链,分散地缘风险。 他强调,这是欧洲的机会,欧洲晶片法案为大势所趋。 在台积电加入后,将努力实现,2030年欧洲本地化生产晶片占全球20%市占率的目标。 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他们依赖半导体来发展可持续的未来技术,但他们不能依赖世界其他地方的半导体工艺。 舒尔茨已成为欧洲半导体行业最大的支持者,他寻求促进德国科技行业的发展,并确保该国制造业关键零部件的供应。 德国政府计划投入200亿欧元,白支持国内晶片生产。 其中包括为台积电工厂和为计划在马德堡建设的英特尔公司工厂提供的110欧元援助。 台积电德国厂区规划已出炉,预计建设一座办公室及一座工厂更留有大片空地,双方有望进一步加深合作,在扩充厂区往更高阶领域前进。 除了减少地缘风险导致的供应中断外,在德国设立晶圆厂的一个关键优势是,德国是欧洲汽车产销的主要枢纽。 该地区让台积电更容易拿下订单,并通过合资模式获得长期合约。 台积电德国厂临近博士的德勒斯登场,距离英费林正斥资51欧元扩张的功率半导体工厂也不远。 英费林、温智浦和博士加入ESMC的主要动机是欧洲政府希望获得更先进的半导体制造能力,特别是28奈米以下的工艺。 通过与台积电合作,目标是在欧洲建立强大的本土供应链。 半导体设备厂商表示,根据计划建设时间表,台积电德国首座晶圆厂将于2024年第四季动工,预计2026年第三季设备进场。 2027年第一季建成月产能3000片晶圆的微型产线,最早于2027年第四季开始量产。 2028年逐步达成月产能4万片晶圆的目标。 这座台积电领先共同投资建立欧洲半导体制造公司ESMC,其中台积电持股70%,英费林、温智浦、博士各持股10%,总投资额预估于100亿欧元。 作为台积电,欧洲首座12英寸晶圆厂,专注于汽车晶片,采用28奈米22奈米CMOs和16奈米12奈米FinFET技术,月产能约4万片晶圆,预计将创造2000个直接高科技就业机会。 然而,欧洲IDM垂直整合制造可能会通过向台积电在台湾或南京工厂下订单,而不是向新的ESMC下订单来获得更好的交易,因为ESMC可能不得不提高价格,以维持本地营运。 此外,鉴于台积电美国工厂最近推迟到2025年第二季度投产,德国工厂也有可能出现类似的推迟。 随着台积电在德国设立12英寸晶圆厂,带动周边国家半导体生态系发展,台湾相关半导体供应链在欧洲布局也成为焦点。 不过,分析师表示,台积电德国厂主要针对28奈米以上的车用半导体,对台湾供应链有一定帮助,但整体效益不会太高。 虽然台积电已经将目光投向欧洲汽车市场,但目前汽车需求的低迷引发了人们对新德国晶圆厂产能填满的担忧。 即使是合资伙伴也面临着自己的挑战,人们对该晶圆厂在2027年底开始量产时是否能达到最佳利用率产生怀疑。 博士此前曾报告称,低于预期的汽车产量对其2024年的利润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其采取了削减成本的措施并裁员。 这反映了全球汽车行业面临的更广泛挑战,包括成本上升和来自中国的激烈价格竞争。 由于2024年上半年汽车出货量放缓,英飞铃还下调了财务预测。 该公司已宣布计划裁员1400人已降低成本。 这些发展凸显了台积电在德国投资的重大风险。 疲软的汽车市场和台积电合资伙伴面临的财务挑战可能使其难以充分利用新晶圆厂的产能,从而可能导致投资回报低于预期。 由于汽车市场疲软,ESMC晶圆厂面临重大阻力。 整个行业低迷,从合作伙伴面临的挑战可以看出博士和英飞铃的担忧。 由于两家公司都报告利润下降并实施削减成本的措施,更广泛的经济环境对台积电的投资构成重大风险。 类似于台积电与索尼、日本电装等公司合作的日本雄本晶圆厂采用的合资模式,这家德国合资企业旨在确保高产能利用率和盈利能力。 台积电还表示,将维持其长期毛利率目标在53%以上。 这意味着,该公司将上调代工价格以抵消增加的成本,从而有效地将部分负担转移给客户和供应链。 德国强大的工会对台积电构成重大挑战。 为了减轻这些风险,台积电已任命前不是晶圆厂经理Christian Kowich担任ESMC总裁,以促进劳资之间的沟通。 此外,与美国的经历类似,在德国维持类似台湾晶圆厂的高效率生产将具有挑战性。 轮班工作和责任制的巨大压力是欧洲工人难以接受的概念。 台积电如何平衡长期盈利能力与适应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工作文化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对此,欧盟委员会表示,已批准一项50亿欧元的德国国家援助措施,以支持欧洲半导体制造公司ESMC在德勒斯登建立新的晶圆厂。 欧盟竞争事务主管韦斯塔格在声明中说,这项德国的补贴将强化欧洲的半导体产能,帮助他们实现绿色和数位转型,并为高技术就业带来工作机会。 为了应对劳动力短缺的挑战,台积电正在实施多管齐下的措施,包括转移台湾员工,招募精通德语的台湾学生,以及与当地大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培养人才。 此外,台积电还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以吸引重视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德国工人。 该公司认识到政府关系和劳资和谐的重要性,正积极与德国当局接触,并实施策略,以避免类似于明基·西门子等前辈遇到的劳资纠纷。 总体来看,尽管欧盟和德国提供了慷慨的补贴,但由于欧洲经济疲软,以及东欧、中东等地区的持续冲突,该专案将面临重大障碍。 与此同时,市场对汽车晶片的需求一直低迷。 包括英特尔和格罗芳德在内的几家主要半导体制造商,已宣布计划在欧洲建立晶圆厂。 然而,最近的挫折,例如英特尔170亿欧元投资德国晶圆厂延迟, Wolf Speed也宣布延后兴建德国厂,已聚焦于纽约的业务扩张,这些凸显了欧洲半导体格局的挑战。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